其实都把它缝完之后 我们再一起塞棉花 那现在我一桌一桌过去示范 知名手作袜子娃娃老师林书芳 教导手缝袜子娃娃缝线该如何收线 永和玉璽里里长廖一芳 为了增进亲子互动 特别邀请林书芳老师来教导里内的大小朋友 一起拿针线做细活 缝出造型可爱的袜子娃娃 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实定发展协会理事长 就是HA Sucks袜子娃娃串卖店的林书芳老师 他在这里已经做了 在这个业界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然后他到各大的国小去做袜子娃娃教学 然后像是我们的往昔国小的成长班 然后或是新装新泰国小的一个 整个学期的一个教小孩子的袜子娃娃 一个教做课程 那非常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他 那请他来办这个活动啊 然后里面都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 手中线一针一线缝 妈妈们有缝制经验 林书芳老师讲解下上手快 再把缝线转教导给孩子 亲子间有了共同的学习话题 边玩边学 无心中留下彼此快乐的回忆 林书芳老师也强调 第一次手桌袜子娃娃 不强调缝制的美丑 而是亲子共学中互动的过程 可以增加亲子的那个互动 然后就是借由这样的活动啊 让小孩学会说怎么缝制这个东西这样 让他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缺乏这种手作之类的东西 因为就是借里长这样的活动啊 让小孩子可以亲手制作一个 属于自己的娃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 缝的漂亮与否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过程 那在过程中他们会发现 彼此互相的帮忙 然后互相的去支援对方 然后完成那个作品 那不管那个作品的成果是怎么样 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很珍贵的 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把不用的袜子再利用环绑 然后还有缝的技术 你们觉得很开心 好玩吗 好玩 跟妈妈一起学对不对 还有哥哥一起学 这样的假日会很开心 嗯 从裁剪袜子到缝制完成一个袜子娃娃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 最后成品完成了 除了制作过程中亲子互动让人回味之外 手作的袜子娃娃也会成为真产品 陪伴自己和家人 记者林立无志恒永和报道